我开启这个 在范例档案里面 一样在云端有范例档 范例档里面的找到第四个单元 这个数学函数部分 那今天的话呢 也许我们就找其他的案例 那当然我们到期末 我是希望再加一些 因为在期中之前 其实很多VBA或聚集 对各位来说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一个新的体验 当然你不可能说 一下子马上就那么熟练 不过我是觉得 你可能要慢慢把这个当成 是一个常态性的学习 也就是这些技术都会不断在进步 那你也是一样要不断进步 那所以慢慢慢慢增加一点自己的功力 那好处就是说 将来你在处理资料的能力上面 相对于别人会更有效率 那更有效率象征就是说 你可以离别人早下班 就不用加班 第二个的话呢 你花在工作上的时间 你会变少 也就是你可以留下来思考的时间也就变多 或者思考或学习的时间也变多 像之前有同学学这东西上班之后 发现很快事情做完 那他就会有多余的时间 再去学一些新的技能 比如说把那个Excel里面的函数 聚集啦 聚集啦 VBA 也许呢就是再把它精进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就变成说他的技能提升了 再来他其实可以内部升级 像之前有个同学跟我讲说 老师我跟你讲哦 我学这个东西之后老板给我加薪 而且加很多钱 那我很开心 另外有学生说 我这已经很OK了 我现在的工作已经太轻松了 怎么办 我说你可以跳槽 于是他跳槽 他薪水就翻倍了 我觉得听他很开心 但前提是你必须要有对应的技能 OK 那当然这也是其中一个技能 如果你还可以再把你们现在所学 像香学院所学的相关技能 衔接进来的话 哇那更好 OK 所以其实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 以后的薪水加倍 不一定加倍 增加一定的幅度的话 那当然会需要很多很多的技能 那请各位待会开启那个乐透彩这个 最后一个这个 那主要这边我们会用到一个叫 Count If的函数 那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假设我们今天要统计什么 统计这个101年的开奖 比如说民国100年 101年的那个1号开出来的期率是多少 1号 那首先我需要什么 需要那个101年全部的开奖记录 在哪里 在这里 那你会发现 这个资料的话就是一期 这个是101年的99期 所以它的编号是101099 101098 那Ctrl向下 你会发现10101 有没有 那就是这个 那它的开奖的规则是这样 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那乐透彩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就是1到42号 那不过现在大乐透好像改成1到49号 那其实 乐透彩就是大乐透的前身 那开奖的时间就是在礼拜二跟礼拜五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签过 因为你就可以花个钱 那其实很多人都想要买个希望 如果中了之后也许 就可以环游世界了 也许可以不用工作了 那多好 当然呢 有没有办法用算的把它算出来 如果可以预测下一期 号码是哪里 那当然就很OK 不过 说真的是 是可以预估 但是不可能完全精确 也许你可以缩小范围 那之前大家有很多中奖的人 其实跟金融业有关系 为什么 是不是算出来的 我不知道 反正你就不要像人家乱枪打鸟 至少你要有个方向 OK 那首先的话呢 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所以呢 每一期每一期 那也就是说呢 1到99期的所有号码都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先点那个第二嘛 然后移到最下面是 这个所谓的J的100 那你可以按序的键 这个范围就选起来 都按一个序的键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范围呢 把它选起来 那你选起来之后做什么呢 当然我是建议 以后如果说 你要指向这个范围的话 你可以给它一个名称 比如这个名称的话 我要叫它一个名称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 有一个这个格子叫名称方块 也就是说呢 以后呢 你可以配合 给它一个名称 那它就可以指向这个范围了 你就不用再去选它了 那怎么样给它一个名称 很简单一个方法 就是直接 第一个选D2到 J100 在这上面 这个叫名称方块 输入一个名称 那特别是名称不能数字开头 你不能说101 它这个一定不接受 所以我可以在前面加一个 开讲101 开讲101 那14就说了 我的所有中脚号码就在这里 我的开出来的号码就在这里 好 那记得哦 最后按Enter 这个范围就OK了 这个叫名称方块 所以呢 以后呢 我们就以这个名称 代替这个范围 那这样的方式的话 主要就是说 如果你跨工作表 这样要选 比较不好选 那同样的方式 你可以101 102的话 一样D2 然后选到J的的话 J的105 然后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的话叫什么 开讲102 Enter 所以今天的话 第一个部分 我们来学习 如何定义范围的名称 那为什么要定义范围的名称 因为相对的你公式会比较简短 另外的话呢 你就不用去管说 那个范围是不是要加钱的符号了 OK 那接下来第一步 请各位定义名称 那定义好名称之后呢 假设你定义错误的话 其实你可以从公式里面 有个叫名称管理人 所以如果你想确定说 到底我那个定义的名称是否正确的话 那你可以从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里面找一下 刚刚定义好的名称 比如说102年 范围是否正确 你看一下 它会圈出来给你看 下面就是你对应到的范围 就是102年 惊叹号就是指的是一个工作标 那后面就是一个范围 那101的话就是 101年的 这个第二到追100 那如果没错的话 你可以关闭了 当然将来特别重要 如果你假设你公式都做出来 如果发生错误 那你可以检查一下定义名称 第一个 学习定义名称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再来统计 要怎么统计 接下来的话呢 查误函数的时候呢 请你选择什么 选择统计 里面的话找到一个函数 非常重要的函数 叫做 count 后面的话 特别说 count相关的这些都很重要 里面包含这些 你会发现count开头的 一直到 底下这些 包含count的话是算 某个范围里面到底有几个数字 就是数字出现的数量 那如果说我想知道 开奖101总共的号码数量的话 那其实我可以 count里面就放刚刚开奖101就可以了 那counta的话 就知道不管是不是数字 反正里面有资料就帮我算 那counta blank就算那个范围里面 是空白的 那我们主要是用这个啦 countif 那底下有个countifs 有没有 如果你只有一个条件 那用countif 如果你有多个条件 你就用countifs OK 那因为我们是countif 那里面的话需要给两个东西 一个叫range 一个叫criteria 什么条件 我们按确定 那所以range的话呢 我就是要统计101年 所以101年 那所以按F3 特别主要这边可以按F3 按F3做什么了 特别主要 如果你刚刚有定义名称的话 那你如果按一下F3的话 它会帮你把清单叫出来 那也就是说啦 以后你定义好 我觉得还蛮方便 你只要记F3 然后把开奖100给它 它就帮你把范围拿过来的 你就不需要去再去选喔 如果你没有定义名称的话 你要怎么选 假如没有定义的话 你便要点这边 然后呢 再点上面 然后再按序格键 再去点什么 点这个 那相对的 那相对的它公司会 因为我这边已经定义好名称 所以它这边出现的 相对的是比较 我选一个不一样的范围 比如说像这样 你会发现 它就是公司就很农场 而且你将来向下填满 你还要再去加钱的符号 否则会发生错误 那我们如果不用这个方法 那我可以按F3 直接给它什么了 给它我们要的那个范围 F3 那开奖101 然后条件的话就1号 1号在这里 这样的话呢 它就帮我算出来 总共17次 OK 按确定 那问题是我要算几率 所以几率的话应该是什么 再除以什么呢 17次在全部的号码 所以101年全部号码 那怎么算全部号码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在除以后面的话 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一个抗诊 所以抗诊这边 刚刚有用过 或者是其他函数 一样在什么 统计里面的抗诊 就是总共开1号的数量 再除以它全部的数量 全部的数量 你可以用抗诊 然后把这边改成什么 一样 抗诊 算那个范围 哪个范围 F3 开奖101里面 开出来 总共应该是693 所以是17除以693 这样的话就是总共的几率是0.0245 一堆小数点到很后面的数字 那假如说 你想说老师 我这样几率上看不太清楚 我想要表达的是 1万次出现几次的话 那我可以 假设我希望 可以用分母用1万来代替 然后呢 数量用245 1万次出现245 来表达的话 那怎么做 其实你可以按右键 出成个格式 OK 这边的话就会有个所谓的分数 那分数里面的话 你会看到这边有100 100为分母 也就100次 100次平均大概快两次 其实2.45次 但是如果100太少了 我希望1万 1万次它出现245次的话 那可是你想说 老师我分母里面 这个分数里面呢 只有这样子 就100为分母 那怎么办 我用1万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修改 修改的话 这边就有个制定 也就是说 你可以在点选制定之后 自己再补两个0就好了 这样不是OK了 有没有 1万次 出现245次 这样不是很清楚 按确定 有没有 1万次出现244 这样比较直觉吧 不然的话 你给他那个 给一般人看 一般人觉得 这什么东西 我看不懂 0.0245 没办法 但是你1万次 他就知道1万次出现几次 这样会比较直觉 那底下就快速点两下就可以了 其他机率就算出来 这个是1万次 188次 那102年怎么算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把那个102年的范围定义好了 所以其实哦 你其实可以直接把这个公式复制过来 取消 直接再贴到这边来 然后改一个数字 改两个地方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这样子 我们公式就完成 打购一下 102年就算完了 但是呢 这个格式怎么办 其实你可以常用里面 利用什么 游标放这边 把这个的格式复制起来 OK 然后呢 贴到这边来就可以了 那复制格式它还有说明 如果你只要复制一次 你点一下 如果你要连续复制点两下 这个我想还蛮常用到的 那复制格式就点一下 把这个格式帮我复制到这里 这样就OK了 1万次有206次 OK 所以102期 102你好像1号机率变低了 然后向下填满 然后2号变高了 3号也变高了 4号也变少了 OK 那当然呢 你可以抓到一个规则 如果可以的话 那合计的话怎么做 合计就把两年的几率加在一起 那还有别的方法 统计 我们简单统计一下 这一年的几率加这一年几率 然后你可以把它加出来 两年的1号总共1万次 它会出现451次 那最后我希望排名 到底哪一个名次最高 那我们可以再插入函数 可以用什么 用统计类里面的 排名 排名的话用Rank.EQ R开头的这个 Rank Rank.EQ这个函数 就可以做排名了 当然会需要给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 那个 它的 总共的 几率是多少 那个 所以这个 Number指的是 它的几率 哪个几率 1号的几率是多少 第二个REF REF通常是指的是一个范围 就是Reference Reference指的是 它的几率 跟所有 所以这个REF通常是指 所有的 所有的号码的几率 所有 那所有一定是选一个范围 那怎么选呢 你可以 游标放在 这个 第二 然后Ctrl 也会需要向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做出 这个范围了 当然理论上 我们按确定 Auder的话就是 如果零或省略 就是表示是递减 也就是说 几率高的在上面 几率低的在下面 那我们就把它省略 零或省略 那再来的话 我们按确定 当然OK 1号OK 可是问题 如果你等一下向下填满 应该会出错 为什么错误? 因为你会发现 为什么底下每个都第一名 原因就是说呢 向下填满的时候 D2到D43 这个范围一定要固定 可是你向下填满 应该没锁嘛 所以怎么办 请你把D2 2的前面加前的符号 43的前面加上前的符号 你再把它向下填满 就可以了 才会正确哦 不过跟各位讲 像这个有没有 像加前的符号 主要是因为 只要向下填满 例号一定会加 以这个是ESEL的固定规则 那如果说你假设老师 我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用刚刚的方法 其实也可以 如果你不用D2到D43 你可以用D1名称 什么意思? 你可以把这个名称复制 Ctrl C 然后把底下的话呢 选起来 那我习惯是把游标放D2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意思就是把D2 选到D的43 然后一样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什么? 合计就好 Enter 那这个范围 就叫做这个名称 有没有? 这个范围 就叫这个名称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假设排名部分 我这边有没有 就不需要 不要用刚刚 我们用什么? F3 一样用合计 那好处就是说 第一个 它会自动带出来 第二个的话呢 你不用加钱的符号 因为这边里面没有列的讯息 所以你按确定 再向下填满 这样结果也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吧 这个地方 就是把那个 我重点回顾一下 第一个 我们先把101年的D2 按Shift键 选到最下面的J100 然后给它一个什么名称 所以这个叫开奖101 102年做一样的事情 再来的话呢 切到这边 用Count if 按F3 带出开奖101的1号 的这个 数量 再除以什么 所有的那个号码的数量 那得到的就是它的几率 然后再按右键 出称格式 记得哦 我们先用什么 分数里面的往下拉到底 100 然后制定 这边补两个零 这样就OK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箱下填满 然后再把公式贴过来 一样把这一个格式复制过来 然后再两个箱加 再做Rank.EQ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 谢谢大家